在租人契約書裡面已經白紙黑字寫 不可以使用大陸地區的產品 但我接到的檢舉是 在南洋地區的指揮部裡面 所有用的逆變器都是中國製的產品 結果我看到的現在部長您看到的 就是所謂的逆變器 旁邊貼的貼紙 旁邊貼的貼紙 大辣辣的就寫的Made in China 大辣辣的就寫的Made in China 這個讓我們非常的困惑 非常的狐疑 是當初這個東西在裝的時候 契約書已經載明了 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他們還是無視於國防部相關的規定 甚至是契約上面的要求 做了這件事情 而且毫不避諱的 就在產品上面的貼紙 就寫的Made in China 就我現在得到的訊息 就是說這一個逆變器也或者變流器也好 它是德國一個叫SMA的公司品牌 但是是在大陸組裝的 那麼現在確認它有 違約使用的這一個大概是44個 那我們會一約要求 城上要在一個月內將這些陸製品拆除 更換符合這個契約的規範的一個產品 這家廠商是惡劣至極啊 明明就知道不可以這樣做 他還是決定這樣做 但我們如果今天 國防部在主張權力的時候 只是把這個置意妄為胡作非為的廠商 只是叫它更換完 部長你覺得對這個廠商會有任何嚇阻的效力嗎 那我到現在為止沒有清楚的看到合約條款的內容 那我們一方面就它這個要改進 那我們也會清查有沒有裂案的這個情形 有類似案件的這些情形 我們都會來全面的清查 我昨天在現場的時候其實我很困惑 因為我一看到那個機身 旁邊的貼紙就寫made in China 我的困惑在於說 人家就已經大辣辣的也不遮掩 就是made in China 我們驗收怎麼會通過 是不是在驗收的SOP上 少了關鍵的一環 譬如說要求那個廠商出具原產地的證明 我們會一併來檢討這個委員所指教的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說有這樣的要求我們會來一併納入檢討 在2017年的時候立法院因為使用了中國製的太陽的逆變器 它叫做inverter 基本上是直流電轉換成交流電的一個 太陽光電模組當中必備的部分 那裡面幾乎都有內牽monitor unit 也就是遠端 可以看它發電的數量 那這件事情後來被披露了以後 後來被披露了以後 我們執政黨的立委 蔡宇議委跟前立委陳柏惟 那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記者會 說禁用中國的逆變器 要不然會有嚴重的紅色危機 那到目前為止國防部是不是有個清楚的政策立場 在國防部重要的軍事藥塞所使用的光電或者是逆變器 禁用中國製的產品 我們本部在去驗宿裡面特別有鎮定 都不得使用錄製品的一個條文 這個是統一的在每一份契約裡面都有這樣的規定嗎 因為我接到檢舉我們國家注資30億 我們的國發會跟藥花玻璃是第一大股東 號稱綠能國家隊的聯合戰神 他們承接的國防部非常多光電招租的案子 也就是用我們國防部包括很多軍事藥塞的土地屋頂做太陽能光電 那基本上推動再生能源我們都支持 但是在我們的軍事藥塞裡面去做太陽光電的模組這件事情 是不是會用到中國製的產品有沒有國安危機這件事情就變得很重要 因為這個事不是今天才發生 但我接到的檢舉是說 我們在陸軍南洋地區的指揮部光電的標註案裡面 得標的就是我們綠能國家隊的指公司叫做永良公司 那這家公司當初在競標的時候說 他要承諾使用國內領導品牌的變流器 結果沒想到去跟國防部爭取標案的時候說一套 實際做的是另外一套 實際做的是哪一套 如同剛剛部長所說的 在竹人契約書裡面已經白紙黑字寫 不可以使用大陸地區的產品 但我接到的檢舉是 在南洋地區的指揮部裡面 所有用的逆變器都是中國製的產品 那因為這個檢舉很嚴重 所以我昨天特別跑去南洋指揮部那邊去線看 那也非常感謝我們南洋指揮部的弟兄很辛苦 昨天太陽很大陪我在那邊看 結果我看到的現在部長您看到的就是所謂的逆變器 旁邊貼的貼紙旁邊貼的貼紙 大辣辣的就寫的Made in China 大辣辣的就寫的Made in China 這個讓我們非常的困惑啊 非常的狐疑 是當初這個東西在裝的時候 契約書已經載明了 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他們還是無視於國防部相關的規定 甚至是契約上面的要求做了這件事情 而且毫不避諱的就在產品上面的貼紙 就寫的Made in China 這件事情我昨天去南洋指揮部完了以後 我有跟現場主持會議的指揮官說 麻煩這件事情請他昨天回去的時候 要跟部裡面報告 部長有沒有收到這樣的訊息 跟委員報告有 我們有就我現在得到的訊息就是說 這個逆變企業或者變流企業 它是德國一個叫SMA的公司品牌 但是是在大陸組裝的 那麼現在確認它有違約使用的 這一個大概是44個 那我們會一約要求 陳尚要在一個月內 將這些陸製品拆除 更換符合這個契約的 這個規範的一個產品 這個就是我今天 把這件事情 在質詢的時候 請部長注意 因為對於後續的處理這件事情 這家廠商是惡劣自己 明明就知道不可以這樣做 他還是決定這樣做 但我們如果今天 國防部在主張權力的時候 只是把這個 置意妄為 胡作非為的廠商 只是叫他更換完 部長你覺得 對這個廠商 會有任何嚇阻的效力嗎 我們會按照 那個合約條款的這個內容 那我到現在為止沒有清楚的 看到合約條款的內容 那我們一方面 就他這個要改進 那我們也會清查 有沒有裂案的這個情形 有類似案件的這些情形 我們都會來全面的清查 因為部長喔 是非常優秀的法律人 那特別拜託部長 回去看我們國防部的契約 因為喔 如果在我們國防部的契約裡面 對於這一種 無視國防部的政策 無視契約條款 根本置意妄為的廠商 我們如果定的契約法律效果 只是被抓到了以後 換回來就好了 我必須要說喔 不會有任何嚇阻的效果 以後他就繼續這樣幹 因為 如同剛剛部長啊 所點出來的 如同剛剛部長所點出來的 這家廠商他是不是被欺騙 所以才去用中國的逆變器 不是 他從頭到尾就知道 他用的是中國的逆變器 而且用的範圍 我再跟部長報告一下 用的範圍恐怕 不是只有南洋指揮部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所收集到的資訊 包括了 我們在高雄的海軍艦隊指揮部 包括了國防大學 包括了三軍總議院 松山分區 這家廠商非常厲害 國防部非常多的營區 全部都有他們的案子 他們可以這樣置意妄為 無視規定 如果我們最後 國防部所謂的依照契約辦理 只是要求他換過來的話 恐怕是沒有辦法真正的惡阻 未來有類似不孝的廠商 一樣畫葫蘆 反正我就先用 被抓到了以後再換回來就好了 部長 是不是可以承諾嚴肅的檢討 目前契約的規範 是不是只能夠要求他換 還是應該要採取更嚴厲 追溯法律責任的行動 我們會來檢視相關合約的整個內容 有沒有類似 有一些相關的這個 就是說我們要合約定的相關的內容來處理 那另外我們也會全面清查 國軍所有的這些太陽光電的這個設置營區 是不是有使用錄製品的設備 好部長最後一點提醒就好了 因為這個東西是驗收通過的 今年2月喔 驗收通過的 我昨天在現場的時候其實我很困惑 因為我一看到那個機身旁邊的貼紙 就寫Made in China 我的困惑在於說 人家就已經大辣辣的也不遮掩 就是Made in China 我們驗收怎麼會通過 但請部長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我沒有意思要去追究 我們藍洋指揮部弟兄他們的責任 因為我知道他們很辛苦 光電這些產品未必也是他們所熟悉的 但是是不是在驗收的SOP上 少了關鍵的一環 譬如說要求那個廠商出具原產地的證明 沒有出具這個東西的話 驗收不會通過 因為我相信如果當初驗收的SOP 有這個要求的話 應該不會出現這麼離譜的狀況 是不是可以請驗收的程序一併檢討 未來不要讓這個不效的廠商 有上下棘手的空間 我們會一併來檢討這個 這個委員所指教的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說有這樣的要求 我們會來一併納入檢討 OK 好 謝謝